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午安我是大铃哥 欢迎你们收看今天的旗鼓先知节目 今天节目一开始大铃哥先自吹自擂 跟你们宣传一下 今天礼拜四晚上六点 大铃哥有个独家的影片 这个是暴力养成计划 我们的节目就叫暴力养成计划 那个节目基本上我们不是解盘 我们主要的内容就是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如何运用什么样的工具 什么样的策略 确确实实有可能每周都赚取暴力 OK 所以记得今天晚上六点 欢迎收看我们的暴力养成计划 然后我会跟我的可爱的这个方英小同学 一起来跟你解说 为何每周都有获取暴力的机会 这个机会其实跟我现在节目先要接下来 跟你讲的这个内容 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OK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这一个 千元的台积电 它有可能会让台股 加权指数 变蹦极 各位观众朋友你们没有听过蹦极这个名词 简单而言它就是我们台湾说的 高空弹跳 高空弹跳 这个东西呢我不是说加权指数会 跳海 不是说大碟那种 不是 蹦极这个游戏呢 其实就是它刺激在什么地方呢 它呢 可以瞬间 干嘛 瞬间跳下去 跳下去之后呢 它又会瞬间反弹让你上去 它刺激好玩的地方这个地方 蹦极 高空弹跳 让你从很高的地方直接跳下去 然后呢又很快的从 底下跳上来 为什么大铃哥会说 千元的台积电呢 它会让 台湾的加权指数 变成一种 蹦极运动 首先呢 我来给你们解说一下 因为呢我们台湾的股票 我们是有分那个价位档次在做 跳动嘛 那1000块钱以上的股票呢 它每跳一档 它是用5块钱 当做一个TIC在做跳动 懂意思吗 千元的股票 它只要跳一档 跳一个TIC就是5元 那当台积电如果它的股价 达到千元以上 它也是一样 比照办理 它每跳一档 就是跳5块钱 那问题来了 因为台积电是我们台湾 加权指数里面 这个全值最大的一档股票 那换算下来 台积电如果 当它达到千元以上的时候呢 它跳一档5块钱 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加权指数的大盘 至少要跳40点以上 至少要跳40点以上 意思说呢 当台积电 它只要跳一个TIC 加权指数呢 它就 跳了40点的空间 你们可以想象 这个加权指数它的报价 只要在 它是用秒来计算 瞬间直接 上跟下40点 这种世界 台湾的股票 会变成什么样的 很刺激的 这个环境吗 所以台积电是不是到千元 基本上呢 我们不晓得 因为它现在才980几 还没有到千元 可是我们做交易 其实就是要 模拟预测一下 未来 有可能哪些的 这个变动性 所以大铃哥今天的节目 就是要分享给你们 你们不要小看台积电这个 对 当然如果达到1000元的时候 对台湾 这个股票市场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 刚刚说过了 如果 如果 未来这个 台积电 真的有一天 应该不会太久了 现在980几 随便 随便 目前大家看起来都没有什么 休息的 走势嘛 你看家眷指数捷运 又涨了200多点 如果 那个台积电 如果在今年 刚刚说过 今年达到1000块 他每跳一档 他就代表 这个大盘 未来很有可能 干嘛 不是 上下的跳动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空间 而且不是用 分 也不是用小时 因为他每跳一档都是用几秒钟的成交 在上跟下 所以 大林哥今天就要跟你们提醒 如果台积电上去 大盘他很有可能未来在30秒以内 干嘛 突然急涨 然后又突然急跌 这个空间都是非常大 基本上应该都是 基本是80点起跳 那你看 加坚指数今天涨200多点 一整天玩下来他是涨200多点 可是 当台积电他的影响已经达到未来那种程度的时候 他可能是30秒就影响 加坚指数80点的这个晃动 那个时候 会非常非常的恐怖 当然啦如果你做的股票 跟这个全值没有相关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影响 可是呢 会有一个商品 跟他影响会 非常非常的大 那个商品 这叫什么呢 那个商品就叫台指期货 很多各位观众朋友是我的粉丝啦 你们可能都没有 特别去了解过台指期货这个商品 台指期货这个商品其实就跟加坚指数是正相关的商品 他涨他就跟着涨他跌就跟着跌 差异性只是说 因为他是有干感性的商品 台指期货他一点呢 是200块 那我刚刚说过了 当台积电的影响已经达到千元以上的时候 他30秒以内可能是相对高低是80点的晃动 这代表什么意思 80点乘以200 这干嘛 就是16000的那个价格 意思说呢以后 你玩操作台指期呢 你有可能 在这个30秒以内呢 你可能是 16000 16000元 不是毛 16000元这个空间在上下 盈亏 那你看 这个台指期 你看最近 这个一个多礼拜了 就是突破那个盘整 渠之后 每天都涨每天都涨 每天都涨200多点 今天 大盘涨了200 将近250 那 起子又涨了将近快300 意思说呢 起子 几乎 最近这几天 每天 基本上他的空间就是200点起跳 那200点变成什么 4万块 你看看你的股票 有没有一天让你赚4万块 应该很少 除非是那种超高价股 就是那种六七百元以上的股价 要不然你要一张 你要一天 赚4万块 应该是不大有什么机会啦 所以 要跟你们讲的就是 台积电 尤其还有 极党的这个 重拳值股 例如说你看红海今天 表现也很强 台股 未来 非常非常可能 有台积电红海这极党 重量级的拳值呢 影响 变成了什么样的常态 就是他每天的波动 基本上可能都是200点以上在起跳 OK 那 这是我们会员 的标的 长龙行 节目最后也是一样 不可免除了 给你们建议讲一下 好的股票 盘整之后 就是等他发动 所以呢 今天大盘好像 涨了200多点嘛 那长龙行我记得好像大概 拼盘 以下稍微没什么表现 你们不要没有耐心 因为我一直强调 传产股 应该是最后带动激情的这一波 所以呢 你们还没有上车的 或者说呢 已经有上车的 你就要耐心的 等他开始飞上青天 这样就好了 OK 所以 讲到最后 重点就是要给你们 提醒 要预备台积电的蹦击呢 你要特别小心 股票可能表现 不会像以前 那么那么的大 因为呢 他进入了是所谓的指数盘 所以 你 一定要稍微 让自己 再了解一下商品 什么 台子期货这个商品 你不要错过他 因为股票的表现 已经可能不会像之前 那么大的波动空间 可是如果你只想要赚钱的话 台子期这个商品 你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去了解 当然啦 你想赚钱再了解了 你不想赚钱那就算了 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明天再见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作难的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再到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金第二份薪水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